大家好 欢迎关注大飞淘车记 我是大飞 今天我们拿到一辆非常有意思的车 大家可以看出来 本田广本的歌诗图 大家都知道歌诗图跟雅阁基本上是同平台的一个产物 很多配件都是通用的 但是今天我们的歌诗图不一样 我们的歌诗图是3.5自吸V6这个发动机的 这个车当时的新车指导价一一款 新车指导价是42万多 这个是低配的 还有一个上面一个最高配 最高配应该是45万的一个裸车价 当时办齐了将近45了 现在市场行驾驶是多少 13 4万 13 4万就能买到一辆车况比较不错的 3.5V6的5AT的广本歌诗图 我们现在打开发动机舱 跟大家介绍一下歌诗图的一个发动机舱的一个结构 好朋友们 打开发动机舱 发动机舱盖一个原车漆的状态 没有过喷漆修复的痕迹 因为歌诗图全系都没有四驱 所以说它是前驱平台 它的发动机和一些有四驱平台的车的放置的位置 方向是不一样的 前驱平台它的直接通过来的传递动力的轴是在这个方向的 所以说是这样的一个微型的六缸发动机 在市场里边2.4的要比3.5的好卖 所以说不要因为我们喜欢3.5是吧 盲目去买3.5多花钱买到一个2.4的 这个一定要区分清楚 这个车二驱市场里边目前就同年份的2.4和3.5 是要相差两三万块钱的 所以说一定要注意 前面排除了事故 都说说歌诗图雅阁同平台产物到底相差在哪 我们坐进车内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整体的中控的这种结构 甚至语言是没有什么太大差异的和2.4 只不过它更多的是一些按键旋钮 这台车通过性要比雅阁好 它的底盘会高一些 但是这个车内空间并没有特别大的这种舒适的感受 在某种程度上还没有雅阁来的舒服 真的 车身高度肯定是要比雅阁强一些的 包括说底盘的一些通过性是比雅阁强的 其实内饰大通小异 10万公里下的歌诗图 内饰没有什么明显的这种破损的痕迹 经常手扶的扶手箱 主驾驶车门扶手的位置已经有破损了 这就印证了 日系车在内饰用料上还是稍稍差一些的 其实前面跟2.4的大通小异没有什么区别 如果是多了一些 比如说换档拨片 比如说方向盘上的这些多工程按键 其实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的 包括说中控一块大屏自带的导航 这块大屏导航在现在用起来也是比较方便的 我理解是更多的给大家这种说出去玩 包括导航方便 是这样的一个设计 歌诗图后排 虽然说没有雅阁的这种更舒适的空间 是吧 西部有两全 但是这辆车坐下来真的是比较舒服的 比较大的车门开度 比较大的车门角度 给我们带来的是更好的上车的这种便利性 包括说地台不是很高 座椅比较厚比较软 包括说对腿部的程度 座椅的角度都是比较不错的 可以捏一下 这个座椅真的比较软 头部空间三指也是有的 家用绝对是没有问题 我觉得这种车还是比较有个性的 如果说您对生活有更多的这种期望 包括说你想出去玩 然后旅行 我觉得歌诗图还是比较合适的一款车 质量稳定 不装不修 然后它的油耗也不是那么高 也可以接受 在我们接受的范围 2.4的也就是10升左右 比较保值的一个车型 推荐给大家 3.5 3.5V6 自吸的发动机 280匹马力 但是也不要被尾部的车标所骗到 有的是2.4的就是贴个3.5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 打开它后备箱 仙背式的后备箱感非常的大 包括说它的开度 它的宽度 纵深 纵深有一米多 都是非常的大 对于这样一个多用途的旅行车 我觉得这个后备箱空间的确是够用了 如果说不够用的话 打开它的内饰板 下边还有一个 就是它是一个双层的一个设计 下边还有一个储物的一个格子 可以放一些私密的物品 放一些小物品 的确是比较实用 日系车在这种利用空间上 还是做的比较不错的 这辆车给大家补充一下 刚才我们在后排没有跟大家说 这辆车所有的后排都可以放倒 而且后排有座椅加热 这就是当时40多万的车 能够给我们的一个比较不错的 舒适的一个配置 这辆车坐起来开起来都是比较舒服的 给大家总结一下 一一款当时落地这辆车将近40多万 将近45万 现在市场航行价格1345万 就能够买到一个车况不错的 割师图3.5版本的 13年上排跟大家说一下 这辆车是13年上排 所以说这种车型还是在市场里边 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保值率 我觉得预算足的 又喜欢这种车型的 可以考虑 想了解更多的车型车架 了解更多的汽车知识 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大飞套车记 跟我们留言提问 我们会不定期的给大家集中的回复 好了 这期节目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